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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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後來動員明太祖 加入這個紅領軍的 湯河是重要的一位 當年的豪州 有幾股鬧勢的紅領軍 他投奔了叫郭子欣的那一股 投奔以後由於作戰勇敢 由於還有思想 特別是還有文化 那麼郭子欣就特別器重他 把他留在身邊為清兵 而且把一個洋語 馬氏嫁給了朱院長 這就是我們大家知道的 後來著名的馬皇后 民間稱他馬大腳 因為勞動人民嘛 同時也開始有自己的大名了 不叫朱重八了 取了個名字叫元璋 叫做朱元璋 你看看這個名字多大氣 還有一個字 字國瑞 所以從此以後 農村的小孩朱重八 油荒的和尚朱重八 就變成朱公子了 變成朱元璋了 成為郭子欣障下 非常得力的人 我們看看明太祖實錄 有一段記載怎麼記載他的 說少年時代的明太祖朱元璋 說知貿雄傑 自意拖懶 獨居純宴 人莫能撤 既就學 聰明過人 這亂世出來的 你打架打不贏 身體不強壯 你是很難展露頭角的 自意拖懶 就是格局比較寬大 獨居沉厭 人莫能撤 他有獨立思考 所以經常為國子欣出主意 特別是後面一句 既就學 聰明過人 我們往往產生一個誤解 乃至有些學者 也在說 朱元璋是個文盲 朱元璋沒文化 投身一軍以後才開始學文化 不是這樣 他從小就跟著他母親讀書的 他母親是有文化的 所以他從小母親就教過她的書 後來在當地進了學 或者是足學或者理俗 聰明過人 到黃絕寺以後 黃絕寺也有志願教育的 所以在國子欣的一軍裡頭 他同樣是文化人 由於國子欣 器重朱元璋 所以朱元璋在國子欣的這個部隊裡頭 也是受到別人的白眼的 國子欣自己就有兒子 還有比他更早加入這個隊伍的 他的地位就在我們之上嗎 對他比對我們更信任嗎 所以為什麼說朱元璋經常是獨居陳彥 他會思考這些問題 但是他不能背叛國子欣 這是助人的準則 怎麼辦 天力大的懇 此處不好留 自有留也處 在當時的情況下 誰的軍隊多 誰的人多就兵槍馬撞 那麼他到自己的老家 一口氣招募了700多人 所以我想這個是對他產生的 這個觸動感是很大的 所以他在投身國子欣的第二年 也就是公元1353年 帶著剛剛趙墓而來的徐達 後來是明朝的第一位將領 第一大將元帥 還有湯河 還有費巨 向南某久發展 結果這24人 被明朝的官司不斷地吹嘘 大家說不700多人嗎 這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幹事幹得漂亮 他700多人交給了郭子欣 自己只帶24個人走 這就是大格局 也為自己留了一條路 出去以後不久生病了 發燒了 墨床了 所以徐達湯河這些人 又把他帶回到中鄉 養了半個月重新出發 這個時候郭子欣給了他300人 所以再次南下不說是四人 是300人 下一個目標就是定遠 定遠就在中鄉的南邊 他向南某久發展 盯著了兩支軍隊 一支叫鋁牌寨的民兵 那裡有三千民兵 還有一支叫橫建山 橫建山有兩萬億兵 民兵和義兵有什麼區別 民兵是節債自保的 是鄉民自己的組織 來保護自己的家園 而義兵呢 是當地的土豪 響應元朝政府的號召 來圍剿 鬧勢的義軍的 所以那一支叫民兵 投靠朝廷的叫義兵 那麽朱元朝對於民兵 他採取什麽辦法 兼兵 軟硬兼師 跟他的首領談判 然後右之以利 逼之以威 招編了三千人 然後對於橫建山的義兵怎麽辦 陳卓黎明 別人正在休息 進去偷襲 所以朱元朝這一家庫 就接收了兩萬三千人 這可以說是他逃到的第一桶金 但是這第一桶金聽不聽你的 扶不扶你管 那是另外一回事 這個就需要手段了 什麽手段 第一 自己的大器 自己的人格能夠征服別人 第二 自己的手段 使別人不敢反叛自己 所以有記載說 明太祖就把他的首領 全招聚在一起 然後進去訓話 怎麽訓 說耳重 除非不多 你的人不是不多 你們比我的人多得多了嗎 我在三百人嘛 你們是三千人嘛 後來是兩萬人嘛 一旦為吾左右 何也 這是爲什麽 蓋 降無紀律 士不熟練故而 降臨沒有紀律 士兵沒有訓練 所以你談不上是軍兵 我雖然只有三百人 但是我三百人是 將有紀律 而士有訓練 經練習而等者 約定之紀律也 這就叫軍紀 以軍紀來治軍 一共努力 以建工業 後面那一句很重要 這就是給別人指明前途 我們不是小打小鬧 我們要創立工業的 什麽叫做工業 可能是報效朝廷 以後可能是投靠 取代元朝 當然有一句話沒辦法說 可能也還沒想到 就是說不定 我們也要創立一片江山的 所以這樣才把這一次軍隊 暫時穩定下來 然後繼續南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接纳了这三个人物的观念之后 朱元璋的队伍才有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 彻底区别于当时的其他起义军首领 那么这三个关键之人究竟是谁 他们又给朱元璋带来了 哪些非同寻常的启发和建议呢 由于三位人物的出现 使他的目标逐渐清晰起来 那三位人物第一位名字叫冯国佑 我们对于明史比较熟悉的朋友 知道他有一个弟弟叫冯胜 朱元璋拿下了驴牌 再拿下了横剑山以后 冯国佑两兄弟带着自己的步骤 投奔朱元璋 朱元璋一看 卢泽打扮 笑貌非凡 而且一表人才就问 你一定有什么建议要跟我说的 冯国佑就是来提建议的 那么冯国佑一个建议 为朱元璋定下了下一步的目标 这就定下了一个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 初步的目标夺精灵 帝王之都把自己以为根本 然后四足正法 畅人意 收人心 无贪子女欲搏 目标是在政治上 而不是夺取财富上 朱元璋听得有非常高兴 觉得跟这两兄弟特别的投缘 冯国佑从此称为朱元璋的幸福 为清军指飞使 第二位叫李善长 李善长和冯国佑兄弟都是定远人 李善长是读书人 在乡村教书点 那么在去除州的路上 李善长投奔军门 向朱元璋描绘了一个 树立了一个人设的榜样 谁是榜样 汉高族流榜 李善长怎么说的 说汉高旗不宜 豁达大度 知能善任 不是杀人 五载成帝彦 功豪彩 三川王旗 功当寿子 法其所为 天下不足定 功豪彩 你的家乡是豪州 离沛县不远 三川王旗 功当寿子 这个三川王旗 既可以给刘邦 明也可以得到 法其所为 天下不足定 这就是为明太祖 树立了一个人身榜样 第三个人物 陶安 和前面两位不一样 陶安可以说 曾经在元朝的体制内待过 他在南京 这浙江的绍兴 都坐过书院的山长 他是举人出身 后来看到天下大乱 他回到自己的家乡 当图 这个在长江边上来 是当时太平府殿 所在地 当图 那么 朱元璋夺取当图 陶安和当地父老 选择了合作 并且给朱元璋一种建议 海内顶沸 豪杰并争 然其意在子女欲薄 非有薄乱救民 安天下之陷 民工渡江 神武不善 人心岳父 应天顺人 隐形调伐 天下不足平野 冯国佑 说了子女欲薄 陶安在这里 重新提子女欲薄 也就是说 你不能为 眼前的财富和利益 使你的志向 变得短小 使你的目光 变得短浅 汉高祖刘邦 那个时候配功 打下咸阳 待在咸阳宫 就舍不得出去了 后来两个人 劝他出去 拿两个 第一 他的严金返款 第二 他的某祖 张良张子芳 说动刘邦 放弃子女欲薄 然后出去 所以后来 范真跟项羽说 他这个人 竟然放着 咸阳宫的东西不要 他就不是一般的 闹市的首领 他眼光就极大了 那么陶安同样劝他 非有搏乱救民 安天下之行 那就给明太祖 朱元璋 定下了一个 更大的目标 你的目标 不要再子女欲薄 你的目标 应该是搏乱救民 应该是有安天下之行 民宫渡江 神武不杀 人心悦父 应天顺人 以行调伐 这个调伐也是有典故的 当年项羽 害死异地 汉高祖刘邦 就以为异地 进行调念 然后讨伐项羽 这就是站在一个 道德的制高点 天下不足平野 那么后来 朱元璋夺取南京 以后把南京改名为 应天赋 应该说陶安这个建议 起来重要的作用 所以什么叫做网络人才 目标上不明确的时候 冯国用给他子民先去敬礼 李善长给他树立 汉高祖刘邦的榜向 那么陶安 告诫他 要有搏乱救命之心 要有安天下之心 什么叫做胸怀大志 以天下为己任 这就是以天下为己任 范仲淹的儿子范春仑 曾经给司马光提过一个建议 虚心以言众论 不必谋自己处 你不必什么都自己想 可以薄辣众议 但是我这里要说 你这个听意见的人 必须站在一个更高的格局 你才可能看到 哪些建议是对的 哪些建议是不对的 哪些建议是带有决定性的 哪些建议是暂且可以放下 正是因为朱元璋自己 有这种更高的格局 他才可以采取采纳这些重场 我们可以设想 一路上上下提建议的 可以说多得不得了 但是为什么有记载的 就这么几条 是经过他的采纳 而且都是对点 因此建议从二人 那么却是要干的 我就留下来 你本来就留下来 我现在就是在 我设计和大国 入志 可能不需要 也就留下来 买卖 今后就有 我 你不开 我 你不开 我 有 在长江流域 南京乃第一行胜之地 所以说虎聚龙牌 我们上一期说 张世成打下了一个旗号 叫大洲 而且以高游作为独城 结果引起了元朝的高度的关注 托托亲自带军队来进行镇压 眼看高游就要攻破 但是元朝的内部又出问题了 托托一离开北京 有人就说他营造自己的势力 有人就说他图谋不轨 而元顺帝也怕他权力过大 所以剥夺他的兵权 然后被陷害致死 在高游城下的援军 不战而溃 张世成得救了 但是江北发生旱灾了 于是张世成向南发展 但是张世成没有从 横沟 由高游直接通过运河到扬州 没有从扬州渡过长江到镇江 而是从沿河 那条横座的东西走下的运河 来到南通 由南通渡过长江 来攻占苏州 攻占了苏州以后向东 攻占松江 松江在哪里 现在的上海 同时派军队向西 夺长州 攻正江 所以他西境的部队 在正江在长州一线 和朱元璋派出的东境的部队 开始接触了 当然张世成下一步的目标 可能就是南京 但是他把南京作为外围 他的目光在子女欲拨 朱元璋的目标 在龙磐虎聚在今年 所以我说 两个军事集团的 最高领导人的格局和眼光 决定了这两支部队 这两个政权最后的结局 朱元璋在元圣地自政十六年 也就是公元一三五六年 农历的三月攻下吉庆 改吉庆为应天府 然后采取一系列的步骤 四处政战来扩大自己的地盘 我们归纳一下 他占进南京以后 大概可以说采取了四条措施 哪四条 第一 严明军纪 安定人性 所以一进南京以后 当天就召集当地的父老 什么叫做当地父老 就是当地有脸面的人 当地有财富的人 当地有势力的人 这才称得上是父老 而且德高望重的人 干什么 告知自己进攻南京的目的是什么 人时其正 所在纷扰 兵格并起 生民涂炭 无率众致死 为民除乱耳 如以各安职业 勿怀移去 我到这里不是抢你们的财富的 我是搏乱救民的 如以各安职业 勿怀移去 你们不要担心 我们负责保护你们 你们该干什么 干什么 同时发布告令 禁止军队掠夺民财 原来做什么官的 继续做什么官 你如果做得好的 有赏 做得不好的 我策略的职 坑害民众的 杀了你 所以有的时候 越发三章 严肃的军令 只能是三条 太多别人记不起 同时告诫 即将出发的徐达 让徐达攻正将 我们在国此通鉴的 两京南北朝也特别谈报过正将 正将是南京的门副 北边的军队过来 北边的民众过来 一般都是通过运河 由扬州到正将 所以正将能够安定 南京的北边 他就大体上安定 告诫徐达 莫焚略 莫杀戮 有犯令者 错以军阀 重职者 罚无色 所以徐达的军队到了正将以后 没有受到太多的阻击 军队进城 老百姓甚至说 进南不知道 第二 攻城掠地 网络人产 那么占领南京以后 东夺 正将 长州 宜兴 把张世成的势力 压制在太古一带 扩大地盘 同时 在浙东地区 网络了许多的读书来 包括 我们大家所知道的 宋连 刘基 叶琛 都是那个时候 招卧了的人才 这些人才的加入 大大提高了 朱元璋集团 在读书人中的地位 而且丰富了 他的自囊半职 人心都是向重点 大家一看 刘基先生去了 我也可以去 一看宋连先生去了 我也可以去了 整个地拉高了 朱元璋这次队伍 他的文化含量 和凝聚力 第三 屯田计量 与兵与龙 这个政策同样极其重要 朱元璋啊 他要与兵与龙 让军队屯田 以康茂财 为银田市 主持军队的屯田 同时建立管理民兵万富 把当地的流善人口 把它招罗起来 安顿在土地之上 平时务龙 战时从军 这个措施我刚才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给战时的民众 一种重回太平的一种曙光 使战争中的士兵 使洞当中的民众 回归到土地 那么第四个措施 尊重孔子 祭祀孔庙 新办学校 其他占领镇江以后 朱元璋不久也来到镇江 祭祀当地的孔庙 给大家一个信号 一个什么信号 恢复原有的道德秩序的信号 而且在浙东的雾州 就是现在的金华 这在元朝是一个儒学重镇 开办辅学 办学的一开展 就是一个政权稳定的象征 所以我说这两条措施 前者是根 后者是毒 根独自家 正是中国传统的 太平日子的生活方式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一个决立的过程中 南方在决立 北方 风云突变 怎么风云突变 我们上一集说 刘富通行二年二 在公元1358年 也就是元顺帝的 治政18年 攻下了变两 北方红金军 他的势力达到极盛 但是 一年以后 1359年 查汉天末尔攻陷开封 刘富通败退 退到哪里去 退到了安丰 这个安丰 离朱元璋的老家 豪州就不远了 国始通建的 两近南北朝 我们曾经谈过 肥水之战 八宫山上草木之兵 八宫山在哪里 就在这个安丰 那么刘富通 就把韩宁儿 保护到这里 龙凤政权从此以后 就在寿州 而不是在博州 那么形势继续发展 查汉天末尔 逐渐成大的气候 逐渐产平 黄河流于各种反员势力 朱元璋 一边在发展势力 一边在看着北方的形势 那么元朝 为了拉拢朱元璋 就给他了一个称号 叫什么 叫江西行审 平章正式 明太祖思路 是说朱元璋没理睬他 但是根据我读史料 和对朱元璋的这种分析 他一定是接受了 没有什么不接受的 在当时的形势下 谁都要拉拢盟友 谁都要兼并周边的对手 所以明太祖他也是这样的 南方群雄是这样的 北方也是一样的 眼看查汉天末尔 就要收拾戈戌的义军 但是他被刺杀身亡 一被刺杀身亡 北方又陷入一种大洞 南边也打得一塌苦涂 但是南边有人收拾残局 北边没人收拾残局 南边谁来收拾 朱元璋来收拾 说最东边的方国珍 他的策略 他从来没想过自己做老大 他从来想的都是 谁做老大我就扶谁 但是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所以看到南边的朱元璋的势力 正在兴起 他向朱元璋通款 并且把儿子放到朱元璋这里 做人质 元朝给朱元璋的司令 让他做江西行审 平章正式 也是由方国珍赚大的 然后张世成 张世成的势力正在壮大 而且夺家兴 继续到杭州 所以天下富裕之地 尽在朗朝 同时向江北发兵 一直打到我们现在 山东省的纪林一带 而且向韩宁儿所在的 受限发起进口 所以张世成的势力也在大 陈有亮的势力也大 但是从刘基看来 张世成的威胁不如陈有亮 刘基来到朱元璋的会议下 总要有表现嘛 分析两边的敌力 世成自首如不足 有亮 劫主协下 名号不正 帝居商游 其行无日望往 一先徒子 臣是灭 张世孤 一举可定 然后北向中原 王爷可成 这日刘基给朱元璋 制定了一个方列 先成后章 后来的朱元璋 也真是先成后章 但是话又为了 陈有亮就杀过来了 徐寿辉的天丸 他已经拥有两湖 拥有江西 然后顺江而下 然后在采斯基 陈有亮杀了徐寿辉 自己自立为敌 继续进攻南京 结果中了引兵深入之际 加上有轻敌 他立于一个好朋友 叫康茂财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那个明太祖朱元璋 让他做迎天使殿 但是康茂财忠心耿耿 对朱元璋 那陈有亮下拉拢他 结果康茂财就引诱他 结果孤军生 亲敌而败 结果一口气 逃窥到湖北 朱元璋的军队 一路上追赶 多安庆 多九江 多南昌 整个江西 录了朱元璋的手中 真正的考验 是在1363年 也就是元顺帝的 治政23年 这一年的年初 张世成在向北 发动进攻的同时 分出一支军队 将领叫吕征 夺受限 攻打刘复通 和韩宁儿的龙凤政权所在地 朱元璋截到告继文书 立即准备亲自救援 但是刘基 刘伯文反对 朱元璋说了一句话 作为注意好 他不是对身边的谋臣 言听计从的好 他有自己的感觉 他用一句话 把刘基的话当亏据 安丰破则四成一强 安丰如果破了 张世成的势力就更强 所以亲自去救援 等他到了安丰的时候 安丰城破 刘伏通战死 他幸亏把韩宁儿救下来 然后击垮了吕征 把韩宁儿安顿在除州 除州应该说是朱元璋的基地了 然后回到南京 这个时候果然传来消息 陈有亮再度东京 但是他没有直取南京 而是打南昌 他要把江西夺了以后 再打南京 朱元璋听了以后 对刘基说了一番话 他说不听军营 几十计 我没有听你的话 死我军 可能陷入 万劫不负自己 当然我觉得这一句话 说得过重 我不认为朱元璋 可能会说这么重的话 可能会说 我没有听你的话 果然是我们产生的危机 定亏陈有亮打南昌 如果打南京 那怎么办 那么陈有亮为什么打南昌 很多人都认为 陈有亮一手好牌 被他打坏了 但是我得说 陈有亮不能不打江西 不能不打南昌 然后最后的结局 我们很多熟悉民事的朋友 都知道 鄱阳湖一战 奠定了朱元璋 夺取政权的基础 那么鄱阳湖之战 它是如何展开的 又是如何推进的 我们下一集再说 谢谢